中餐厅 其中,赵薇和舒奇在第一期中表现出的迷糊,路芒让人很腐,而赵薇在第二天穿着半截裤去超市选货物品,却被动得够呛,并且关车门的时候还意外加了苏友鹏的手等搞笑笑,也让粉丝们看得哈哈大笑,可以说。 到目前为止,这期的中餐厅看点不少项点不断,赵薇店长统筹鞋调有功,虽然去接受培训的,还是大美女舒奇,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赵薇的人员真是不错。 说到赵薇的人员,就可以提提张宇Vogue时尚中国主编了。 在拍摄完中餐厅二之后,赵薇就给西安的一个品牌活动站了台,然后就返回了法国自己的酒庄去外弄红酒去了。 这期间与同样在法国的好友张宇一家聚会也是其乐融融,两个人在充满他田园风,光的赵薇家后院吃着美食,喝着红酒,享受着静谧的田园生活,有一种开喧灭长福,把讲话扫骂的感觉,但是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 最后张宇一家跑英国去了,在走之前张宇还特意发了动态感谢赵张主的款待,那么送别好友之后的赵薇去干嘛了呢? 今天凌晨,赵薇发布了一张新的动态照片,照片中完子头已经完全披散下来,变成了一头一温碎发。 赵薇带着太阳镜,显得很是干练,更为引人瞩目的是,赵薇头一次确定是头一次在自拍中已画上大红唇出镜,这大红唇非常强劲有木游,这个大红唇自拍出镜后,本丝们立刻就激动了,曾曾表示他爱死了,你为什么越来越美,等等等等的巴拉巴拉。 但是,有眼尖的粉丝,却发现了一个小意外,墨镜里面是陈坤啊,八,陈坤也跑赵薇酒装上做客去了吗? 于是先平均将赵薇的墨镜,放大放大再放大,果然看到墨镜的右边是赵薇伸直胳膊,拉着手急自拍的情景,而右边却有一个人像,看上去像极了乔治才,再放大,确实是在脱身中是以乔治才的陈坤陈少爷哦。 但显然这是商场当中的一张海报而已,这下让大家虚惊了一场,但也略微有点小遗憾,赵薇和陈坤多久没有同框相聚了呢? 赵薇的朋友圈很广,好人缘的他在中韩庭与换了支撑铜波的时候,还不忘了给王菲打扣呢? 赵薇在稍早的时候,还发过一张满是向日葵的照片,并在配文动态中写下,向日葵真是世界上最励志的花朵,难怪我喜欢,可能就是喜欢向日葵,充满励志感的赵薇,朋友圈才会越来越大,人缘才会越来越好的吧。 感谢观看